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现实人生 欢迎回到现实世界 我现在一直在怀疑 我是不是活在现实世界当中 还是现在我已经去到了另外一个平行时空 平行宇宙 另外一条不同的时间线 因为我还在那边一直在检查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 大马成立60多年以来 从来没有一个政客 从来没有一个政治人物 能够讲还是写出一篇 如此高深度 如此高水平的文章 从来没有啊 大家都知道 都是搞笑的 什么 欧兰古党被杀人 谁都 喝中流 都是这些搞笑的嘛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政客 能够讲出身份这么高的文章 那么这一次呢 东姑炸弗鲁 就是他创造的记录 他打破了记录 那么财政部长 东姑炸弗鲁 其实他昨天写了一篇文章 他亲自写了 他投稿给几家报馆去看登的 他主要呢 他讲到那个字眼 叫做那个反乌托班 他反乌托班 这个字眼呢 他竟然拿来用上的 其实整篇文章呢 很简单的 他主要带出一个重点 就是政府不要帮助人民 你就对了啦 你的一万块的 那个EPF 他就是不要给你 如果你想拿一万块的EPF 那么你就要辩论 辩议东姑炸弗鲁 他这篇文章出来呢 跟你讲啦 我看大马国内呢 真的真的没有多少人呢 能够怼得上啊 真的是怼怼 因为东姑炸弗鲁真的是 教育水准受很高很高的 然后呢 他也是存求所有所有政客里面的 我看一位政客 有一句话不敢讲的 就是这个反乌托班 他估计他也是第一个呢 敢用反乌托班这个字 那么这绝对是潘朵拉的赫子啊 真正的潘朵拉箱子 那么这个东姑炸弗鲁呢 他其实打开了这个潘朵拉之河 所以这一期的现实人生的 因为我们要回应 我们要跟他 注解解释 东姑炸弗鲁所讲的东西呢 所以这一篇的水准呢 其实也蛮高一下的 那当然 希望大家听得懂 看得懂 我尽量讲到最简牌 然后 我相信呢 留言区呢 估计是非常非常精彩 而且留言区呢 绝对会成为classic 就看大家看完本期节目之后呢 大家会有什么的礼物啊 所以你会支持东姑炸弗鲁呢 你还是认为东姑炸弗鲁呢 还是呢 你觉得 哎哟 林北现在都活不下去了 现在都没有饭吃了 白旗举了都没有人救我 还有真孙 等下就饿死了 还有真孙 还有祝祝 所以就看大家怎么讲啦 好 那么我们开始今天 我们的这个现实人生呢 最深奥的一期了 这个文章很长啊 他最最重要就是讲到这一个字呢 这个Distopia 反乌托班 假如政府在援助人民呢 他说我们的子子孙孙呢 哎呀 就会变成这种反乌托班世界啊 所以 最新最震撼人心的全球 全球最出名的反乌托班的影视剧呢 当然就是韩国的这个鱼游戏 这个典型经典的反乌托班的那个戏剧 所以我们看他的这篇文章 这个是他自己投稿写出来的 他说 其实这个东姑炸弗鲁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爱他的孩子的 他每次塞他跟他孩子一起的那个照片 他说今天我们这样子做呢 我们是留给我们的孩子一个乌托班的世界呢 还是留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反乌托班的世界呢 还是我们要留一个反乌托班的世界给我们的孩子 其实他这样子讲的话呢 哇 有一个人呢 非常伤心啊 哎呀 那个已经96岁啊 96岁刚刚大病出来又会走路的那个人 他看见 哇 这个竟然有马来人能够讲出反乌托班 而且这个人现在还做财政部长 啊 估计他应该是气死他 绝对绝对绝对气死他 所以呢 啊 这个乌托班跟反乌托班呢 所以我们要来科普一下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因为呢 在大马呢 其实呢 大马的人民呢 他一直活在一个反乌托班的世界当中 等一下后面我们会讲啊 所以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做乌托班跟反乌托班 极乐世界叫做乌托班 极苦世界就叫反乌托班 如果你学佛的 其实就这么简单 那个极乐世界跟极苦世界的那个差别 那么这个我们先讲一个真人真事的那个故事 就明白了啊 那么在那个十年浩劫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 就有出了这一套人物 这个张红斌 那当时张红斌呢 大概16岁 那么张红斌干了一件呢 轰动全国的事情 所以他很聪明一下的 啊 当时呢 他的妈妈呢 啊 因为有一天她工作压力很严重 他就在家里发牢骚 哎呀 什么制度啦 怎么毛主席啦 你们相信怎么毛主席啦 但是这个张红斌呢 跟他父亲呢 就干了一件事情 啊 干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是去举报他的妈妈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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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后来呢 在一个那个场合那边 所有他整个城镇的人都在那边 看他的妈妈呢 跪在地上 然后呢 那个红卫兵呢 拿着枪呢 将他的妈妈呢 当场除绝 当场 给他除绝 啊 所以他创造了这个历史 就是这个儿子呢 去举报自己的妈妈 导致他的妈妈呢 被当场除绝 哎 听起来呢 不可思议 听起来 惨绝人寰 这种事情呢 怎么可能在五千年 我们中国五千年文化 华人五千年文化 在那边讲 孝道 是人间第一 怎么能够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当时他真的发生了 尤其在那十年浩劫时的时间啊 张鸿斌这样的人叫大逆不道 他为什么还活着 还活到好好的 哎 在那个时候他还是Hero 所以可见那时候的 事件呢 在那个文革的事件呢 有多扭曲 有多可怕 哇 每个人一讲起张鸿斌 好 啊 举报妈妈 大义虐 哇 当时你看 人们多么疯狂 因为那就是活在一个 反乌托班的事件 把自己的妈妈举报了 让自己的妈妈 公开被人家判死刑 公开处决 那个孩子呢 竟然成为那个时代的 英雄Hero 我们都知道 这个文化大革命 谁正毛泽东死了之后 就结束了嘛 那个邓小平就 改革开放了 所以这个 这个张鸿斌呢 他当然活着啦 他后来还成为律师 还很出名的 他慢慢的 这个自由思想 在中国蔓延之后 他就知道了 他讲他小的时候 因为他就写他的回忆录嘛 他讲小的时候 我真的干了这件 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呢 你看看张鸿斌写的书 就知道了 他说我怎么会 为了那一点的 为了那种东西啊 去把自己的母亲出卖啊 出卖到我的母亲啊 死到那么惨 张鸿斌他人性 真正的觉醒 所以呢 这种反乌托班的社会呢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这个社会啊 然后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呢 我们看见太多 太多反乌托班题材的电影 跟小说 他通常反乌托班呢 他都会大脉 都会成为经典 都会成为永恒的 classic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近几年呢 最出名最出名 最出名影响力最大的 反乌托班电影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极饿游戏 这个大表姐的手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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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手势呢 造成的那个影响力多大 那么我们就知道 那个世界多残酷 你看 你只有在极饿游戏当中 只有一个人可以活下来 所以那个世界呢 他整个世界观呢 就是一个反乌托班的 那个世界 所以呢 你看 后来香港也学了 后来泰国也学了 所以你看这个影响力多么大 那么最近几年呢 还有两个很好看的电影啊 那么这个Motor Engine 这个移动城堡呢 还是带着这个蒸汽盘克的 这个反乌托班的 那个小刷跟电影 那么这个Alita呢 又是带着这个 塞博盘克的 这个反乌托班的电影 所以这个 只要是这个反乌托班的 这个故事呢 它一开头呢 它就会给你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呢 是非常有趣的 看起来呢 人性 那个人好像活得好好的 但是呢 你只要对这个世界呢 有一点不满呢 那个人呢 可能就会被消失 被处理 被让彻彻底底的消失 好像这个分析者 Divergent啊 好像这个 我们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这个电影啊 这个Mess Dranner呢 你看 这一些呢 全部全部都属于 反乌托班的 这个电影 就是他们 要对抗 他们 活着的 那个 反人类 反社会的 那一个世界 你看 所以 好像 这个 Interstellar 这个电影呢 所以当时的世界呢 已经没有办法 种这个东西 人类最多 70年 人类一定会灭绝 所以 如果他找不到一个新的替代的地方的话呢 这个人类 就会真的是灭绝 所以 所以 这一种呢 也属于反乌托班的一种啊 当然 这个刀锋战士呢 这个2049呢 你看他的世界就是这样子 刀锋战士也同时带着那个 Cyberpunk 和Cyberpunk的 那个世界 这样子的一个完完存存废的世界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东顾炸弗虏呢 要告诉大家的 他说 他 大马呢 未来会变成这种世界 如果 政府呢 继续 继续给钱 人民 继续继续支援人民的话 那么现实世界当中 有没有曾经出现过 这个 这种 反乌托班事件呢 当然最出名的就是曾经的这个 九龙城在 哇 这个里面的故事太多太可怕了 那么九龙城在后来被那个 那个 英国香港政府 他在下定决心除掉整个把它清理掉之后呢 那么现在 哎 有点后悔哦 因为九龙城在呢 真的是人类历史上呢 存在的一个 哇 最经典 最写实的那个世界 因为这个地方呢 警察没有办法进入啊 你看 我们每次看这个电影呢 只要是做九龙城在的 那个警察一进去呢 一定要一队进去 你一个警察进去 一个 那个警察马上被干掉 我跟你讲 所以里面呢 所有的罪犯 所有的逃犯呢 统统住在这个里面 这个九龙城在延伸出来的 那个香港的电影的故事呢 无比精彩 无限精彩 而九龙城在的那个风景呢 也被那个日本的动漫呢 也被那个日本的动漫呢 大量大量的那个 那个采用 很多很多他们的这种的 很多他们的这种的 这种的摩世啊 这种的这种的 这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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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反乌托班的这些风格呢 都来自这个真实的 这个真实的九龙城在 所画出来的 好 所以 讲到这里呢 啊 这个东姑赞福鲁呢 他就讲得很清楚了 他说 如果呢 政府呢 再继续给人民钱的话呢 这个未来的大马呢 就是一个反乌托班的世界 啊 就是呢 我们呢 把我们的后代呢 把我们的孩子 跟孙子的钱 现在通通用完了 所以他们以后呢 就变成那个 鱿鱼游戏 以后就变成 饥饿游戏 啊 严重的话呢 还可能变成 那个什么 阿丽塔 那种的 那种那么可怕的 那个世界 那么这个就是 东姑赞福鲁要表达的 所以他 这篇他就讲得很清楚了 他说 他说 政府啊 这个疫情啊 水灾啊 什么啊 花了 几千个亿 花在人民的身上 他包括人民的援助金 包括那个中小企业的援助金 用掉几千亿了 就是基本上 把很多未来的钱 通通现在透支了 就是呢 他说 这一两年呢 我们所花掉的钱 我们抗议花掉的钱 什么什么什么呢 未来我们的孩子 和孙子 他们都要去承受 他们都要去承担 所以呢 讲到最后呢 一个结论就是呢 那个EPF的一万块呢 就是不再给你们拿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 东姑赞福鲁要表达的 所以你还想拿出那一万块的EPF呢 那么呢 你就要想办法呢 从这个反乌托班的课题上面呢 变定我们的东姑赞福鲁 其实呢 反乌托班在大马呢 大马其实早就已经是这样的世界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不是东姑赞福鲁讲出来的话呢 我们去研究一下呢 哎呀 大马早就是一个反乌托班世界了 我们不要讲到那个 什么文化大革命那个啦 我们看一下现实的大马 到底怎么样吧 所以要讲这个大马 反乌托班的头号人物 师父级的大师或大师呢 绝对是他 当然是他 尤其呢 你看他现在生病了 现在又会走路了 你看这个反乌托班的头头 哎呀 老天爷没有办法收他回去啊 老天爷哪里感受他回去啊 他现在他留在大马呢 霍乱大马 他去到天堂霍乱天堂 去到阿修罗天 霍乱阿修罗天 去到哪一个世界呢 哪一个世界都要遭遇大灾难 因为他真的是太过厉害的 一个洗脑天玩啊 仿乌托班之玩啊 你看他一直讲到大马华人 很有钱 几乎掌控所有的城镇 他用这个话题呢 最少骗了大马人 赢了40年了 加上他之前还有几个 所以最少大马的人被骗了60年了 直到啊 当时我跟你讲 那个华人呢 在去年7月份 举白起呢 跟你讲 每一个举白起的那个华人 你们救了华人知道吗 你们挽救了全国的华人 所以他们现在才看到了 哎哟 举白起运动呢 是马来人 马来人开始的嘛 马来人开始的嘛 马来人发的嘛 后来为什么 为什么都是华人举白起的 为什么华人是举白起的 他才知道啊 才醒悟啊 所以很多马来人到那个时候才醒悟啊 原来华人比我们更穷啊 那马来人啊 好歹啊 好歹都还有一口饭吃啊 一家七八口啊 好歹都有一口饭吃啊 华人啊 穷到啊 举白起没有饭吃要人家救啊 所以举白起运动过后呢 就看到 你看他们整个 哎 整个他们清醒了嘛 整个知道 哦 什么华人很有钱啊 华人比我们马来人更穷啊 所以他一直营造这样的世界 所以从马来人一出生就开始了 就跟他讲了 哇 哎 这个国家是我们的 这个 每一粒泥土 每一粒石头 每一粒泥沙 都是我们的 但是呢 这个从中国来的这群黄皮肤的人呢 哇 他们啊 好厉害 他们好坏 他们很凶 他们很有钱 什么东西都抢到完 所以 所以你们呢 现在你们 你们啊 穷苦啊 你们贫穷啊 你们没有资源啊 没有钱啊 就是这群呢 从中国来的这群黄皮肤的人呢 什么东西都给你抢了 所以他一直以来呢 就把这种反乌托班的那个思想呢 根深的蒂固的印在每一个这个西马的马来人的心目中 东马的并不受影响啊 但是西马的很多很多呢 就受这个影响 所以他从小开始呢 就活在一个 反乌托班的社会当中 哇 这个华人很坏啊 这个华人很糟糕啊 啊 然后呢 他为了怕华人呢 怕华人呢 所以他就永远呢 成为他的票仓 所以投票的时候呢 他只要讲 啊 哎 火箭要来了 就抢了 你看了 我现在通通做不敢咯 所以又怕 怕一下就全部把票投给他 所以呢 人民呢 完完全全被他摆布 那么这个就是呢 现实版的 真实的 大马 属于马来人之间的 反乌托班社会 那么再来我们就看 华人啊 那么华人的政客 也不差哦 那么也给华人营造了 一个 反乌托班的社会哦 所以很多华人 是不是 你从一开始就讲 哎呀 你是第二等公民啊 在大马 你是第二等公民啊 其实这个东西呢 我跟你讲 100年后 500年后呢 绝对 人家演反乌托班电影 他一定演的这个 你看反乌托班电影 这个世界呢 好像美丽星世界啊 好像以前1927年的那个 这个世界有两种人 好像最新的那个游戏 那个玲珑 这个世界有两种人 上等人 下等人 这个世界有三种人 上等人 中等人 下等人 这个就是 反乌托班世界咯 所以这个华人的这群政客人就讲咯 哦 这个大马有两种人 你就是下面的那一种 上面的那一种啊 整天在那边压跑你啊 整天在那边欺负你啊 整天在那边害你啊 整天在那边骗你啊 整天在那边骗你啊 所以华人呢 也一直活在这种的恐惧当中 也活在呢 这个政客营造的这种 什么华人呢 不能够拿到这个华人 不可以拿到那个华人 不可以做什么 过年一下 那个疫情起来 赖华人 要不给华人过年啊 所以整天这个华人呢 一直处于这种 华人受迫害症 实际上呢 我老师跟你讲呢 他一点都没有啊 只是他 只是他蛋糕给少了一点 这个事实 但是呢 这个华人受迫害症呢 其实一点都没有 真实存在 而是呢 那些政客呢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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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华人灌输这种东西 他只要华人一直相信他讲的这个东西呢 华人的票呢 就铁铁的 妥妥的 投在他的身上 因为呢 他就讲了 啊 要撤你的庙咯 那 啊 不给你同考 批准咯 啊 啊 那个地契不要给你咯 那 不给你过年咯 那过年了 现在疫情起来赖你咯 啊 所以呢 大马的人民呢 希望这一期的这个现实人生呢 哎呀 我倒是把这个政客的真面目的都揭穿出来 都讲出来了 所以真的要感谢呢 我们的财政部长呢 东吴扎弗 他给我们开了这个课题 哎 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新闻啊 那今天许俊杰刚刚发了这一篇的那个社论 现在的政府干杀杀不行 分化第一名 所以就对了就是搞分化 所以 刚才你们听到了这个马来人呢 也被 控制 思想控制呢 他觉得他一直活在一个 反乌托邦世界 一个不完美的大马 一个华人叫来抢他们的东西的 那么华人呢 也被政客所控制了 就一直活在呢 把自己是二等公民啊 华人受破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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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大马呢 到现在为止 还是没有人呢 去把这个东西呢 跟他一次过呢 跟他解决 没办法啦 他还没有走啊 所以我跟你讲呢 哪一个世界敢收留他 他去到哪一个世界啊 哪一个世界就会变成像大马这样 所以 其实 今天是回应 他昨天继续看了中复扎弗鲁写的东西之后呢 他当然很生气啦 这将回应呢 现在的内阁啊 根本就是无能 他完全是失去那个能力 完全是一个任能百步的 完全到现在 你们都还没有摆脱这个老马留下的这个影子 人家 印度尼西亚呢 清醒了咯 印度尼西亚以前的那个 那个 苏卡诺 不是苏阿托 就是这样咯 什么东西都是华人抢走 什么东西都是华人拿走 今天这么可怜 通通华人害的 好了 后来最终发生了 90年代发生一起最严重的排华了 排了之后 杀了华人抢了华人 我们还是这样穷 啊 华人杀了这么多 为什么我们还是这样穷 啊啦 醒了啦 后来直接把他的那个财产抄家抄出来 哇 这个国家成立几十年了 所有的钱原来都在你手上 讲华人拿钱啊 钱给华人拿 哎呀 你自己一家人拿到完啊 后来人民醒了嘛 所以现在印度尼亚你看到起飞嘛 现在印度尼亚你看多么的进步啊 所以印度尼亚立刻取消了那个两种 三等人下等人的 立刻取消了那个制度嘛 现在印度尼亚是人人平等嘛 你看印尼亚多么的进步 再给印尼十年呢 他很快就超越大马 因为他们人民醒了 大马呢 还继续活在这个被操纵 他继续活在一个反乌托板的世界当中 所以呢 谁能够协助大马呢 大马的人民呢 拜托这个反乌托板的世界呢 哎呀 就是你跟我 每一个大马人呢 你们今天看见这一期的现实人生呢 大家呢 要有这样的想法 去给大马呢 带来这个改变啊 所以这个东顾炸葫芦呢 他其实 他提出这个东西呢 提出这个课题呢 因为他其实就看到了嘛 你看我们的前一代的 现在上了年纪的大马人呢 通通都是 本就是反乌托板 你不要讲他的 我们的子女 我们的孙子 他们还活在反乌托板 你看现在就是活在反乌托板 难道我们要继续把这个东西 留到给你的孙子嘛 到了你的孙子的时候 真的你想象一下 你的孙子还在讲啊 大哥 国家对我不好咯 对华人不好咯 受压迫咯 我跟你讲 这个国家就非常的失败 到你们马来同胞 到你们的出处 出处还在那边讲啊 华人拿到所有东西 通通华人拿到全部华人 哎呀 你们的孙子了 你们还在讲这个东西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国家有多失败 这个国家呢 永远走不出这个女招 所以啊 行啊 你到现实世界 清醒 清醒吧 其实这个东夫托普 就是他在讲很清楚的 那些人呢 一直要国家援助 整天要国家援助 整天要国家拿钱给他 国家不给他钱呢 他就不能够活 他说其实你现在 你没拿政府的一分钱呢 政府哪里 政府本来就没有钱嘛 那一分钱呢 其实是你的孩子 你的孙子 你的真孙 你的真孙的孩子的 他们的钱啊 现在政府被逼拿来用 用来支支助你 所以这个就是 东夫托普 他其实要表达的 那个意思 他说每一笔援助金呢 都是子孙的 那个钱啊 就是你的子子孙孙 现在来养住你啊 将来他们才有子子孙孙的 那个存在啊 哎呀 这个又陷入一个死空悖论 是不是 你现在都死了 你怎么还会有子子孙孙 是不是 哎呀 这个 东西是不简单啊 所以 你看我们这个亚洲 我们 特别我们大马人啊 我们一直搞不懂 美国到底为什么搞这个 美国这么先进的国家 这么进步的国家 为什么他要让他死这么多人呢 所以 所以 如果我们还没有直入这种乌托班 跟反乌托班的事情 所以我们搞不清楚 为什么他要淘汰这么多人 我们看那个美国的戏嘛 他要拿疫情呢 来玩这个东西 来把这些呢 不能够再活在这个国家的人 一次过跟他 淘汰掉 所以 你看那个漫威 你看最新的 你看那个 我们看到彩蛋 来写这个东西嘛 因为我们还是一直呢 活在呢 被人家遭重的这个世界当中 所以 不只是大马呢 全世界呢 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东库再服务的意思呢 他其实很清楚的 就是要大家呢 你要有能力来活 因为政府呢 不可能养你们一辈子 政府已经养了你们60年 而且这次遭逢大宅 大瘟疫 又大水灾之后 政府又拿了几千亿来养你们 难道要政府继续养你们下去吗 你们为什么不能够自己独立 自己养自己 甚至还有能力养回政府 还要政府继续的养你们 所以真的很难得 在这个马来人的政客当中呢 看见呢 一个这么有思想的人 当时东库再服务讲的这些之后呢 估计的 他这个财政部长估计是没有的做了 估计过不久呢 就会被人家赶下来 如果呢 那群人呢 有足够的智慧呢 看懂他的意思的话 但是呢 我相信呢 我相信他们是看不懂啊 因为呢 已经被洗脑洗到差不多七七八八 洗到那种 傻傻的中油天天拿来喝 很多已经洗到这么愚民了 所以东库再服务讲的东西 意思呢 他们应该还是看不明白 他要所表达的这个东西啊 所以呢 有办法啊 我跟你讲呢 真的 如果他今天没有被改变的话呢 一样的你到孙子的时候 孙子的时候还是整天 整天跟政府讨钱 一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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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情就跟政府要钱 还是一样的 那我们已经失败了 我们这代了已经失败了 我们自己 你看啊 我们华人都是这样 华人都是自己穷嘛 自己没有读书嘛 自己割塑胶嘛 自己割塑胶嘛 你看我们包包割塑胶 割一下 你看我的叔叔做医生啊 做卫生官啊 哎哟 你看 华人就是一直要改变这个命运嘛 但是呢 他们不懂的 即使今天东库诈徒有这样子讲的 他们还是不懂的 这样子去改变那个命运 所以大家觉得是不是呢 所以呢 整个课题呢 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所以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讨论 那么希望我们今天的评论区呢 可以成为经典 成为classic 成为一个对国家社会 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流程 好 这样子跟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 为了解 调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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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